冬午节快要到了 新北市拼防疫不忘拼经济 副市长刘和然特别向市民 推荐平林文山包种清茶好喝 希望防疫期间市民一起来喝好茶 帮助辛苦茶农 让他们有好收成 新北市拼防疫不忘拼经济 副市长刘和然表示 有鉴于茶农辛苦治好茶 加上冬午节快到了 特别向市民推荐平林文山包种茶 正式在6月1号票向上市 那希望我们今年火水好 天气好 北料好 下半年的秋茶 赶快要来吃水 打到地儿也吃好 所以我们希望新北市各行各业 在这次疫情辛苦一点 我们尽力跟专家搭配 让我们未来走到疫情舒缓过后 大家回到更正常的生活 大家可以好好享受 台湾这块美丽的报道 刘和然指出 新北市茶叶栽培面积约为751公顷 其中文山包种茶的主要产区在评例 栽培面积占了400多公顷 年产量约有269公顿 推估年产值约有8亿元左右 是茶农维持生计主要来源 北纳地区单单的茶叶面积 市府农业局表示北台湾最大型的瓶剑比赛 新北春季闻山本市民主要来源 我们一年产的茶叶 四百多顿里面 只有我们白纳就吃了200多多 所以这些的茶叶基本上不仅是让我们在地的茶农 维持生计的重点它是维持台湾的一个品牌 因为茶在台湾是非常重要 给我们发展地区是很好的一个发展 市府农业局表示北台湾最大型的瓶剑比赛 新北春季闻山包种茶的瓶剑在上个月已经结束了 运游平邻地区的在地农友李传青 勇夺特等奖包种茶王 媒体问他如何自出好茶 李茶王则简单的回答 专心用心就可以做到 什么秘诀是大家在讲 我的感觉是用心专心做一定会自出好茶 新北好茶就是要给消费者安心安全的保证 市府感谢农委会一起挺茶农 串联全台302家农会共同销售文商包种茶 希望茶农友好收成也要有好的收入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